這個地方假如說你要讓他可以不要每個都向下一列 主要是在這裡 那就是說這個地方你可以判斷 判斷什麼呢 也就是說如果當什麼狀態呢 當其實是因為I等於1的時候才要多做一件 多做一個如果是第一次嘛 因為是A的關係要下之後都不用的話 那你可以多做一個判斷嘛 就是如果什麼呢 if對不對 if I等於多少呢 等於1的時候 我們才去做這件事情 then空一個 反之的話都不做對不對 那特別注意我前面不是講說 if 條件 then 然後不是會有那個什麼呢 and if 對不對 其實如果說 你我把因為後面這一行是簡單的敘述啦 不是那種很隱藏的敘述的話 你可以直接放在後面就不需要and if了 ok會比較簡單一些 那當然正規的做法應該是這樣 就是直接這邊再一個tab然後再多一個and if 這樣跑出來的話就是如果當I等於1的時候才會跑這一行嘛對不對 那如果等於2以後的話就不會了 那如果等於2以後的話就不會了 所以其他的也就不會空白了 大概像這樣子 所以其實都可以調整出來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基本上再切到這邊來然後按下去 好跑完了 check一下有沒有 沒有了吧 對不對 這邊都沒有了 所以呢 如果你將來希望像剛剛同學就問到那個問題說 欸老師那如果我以後不要 不要都給我多一列空白列的話 那其實就這地方判斷一下就ok了 所以其實我們把它換到應用範圍的那個題目裡面 其實我只有改了幾個地方 這個地方而已 這地方而已 我給其他的沒改嘛 那資料庫部分也是一樣 所以你要套用一下 所以這些東西可以用在很很多 ok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今天的東西基本上主要是了解 從那個儲存格 就是範圍range sales 現在跳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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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